大家好,欢迎您收看城市频道,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,我是周景 12月8号,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 视频记录了一名男子在宾馆开房的全部过程,这本来的无可厚非 不过有网友指出,这名开房的男子是湖北高院的法官 于是视频迅速在网络上发酵,并且很快得到了回应 从画面看出,视频来自一家宾馆的门外及大唐监控 时间是2013年11月14号 视频记录了一名灰衣男子和一名黄衣女子 由当天11时11分至13时45分左右 从宾馆外停车场先后进入宾馆一楼大唐 与前台人员沟通,进电梯、出电梯以及离开的过程 之前这段视频中指出,这名灰衣男子为湖北高院院长张军 不过湖北省高院否认涉事男子为该院院长和副院长 随后又有网友指认涉事男子应该为该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昨晚湖北省纪委连同省高院再次回应 称被曝光人员确计省高院行三庭庭长张军 而黄衣女子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而目前湖北省纪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对张军免职停职 并且将做出进一步处理 负面事件曝光的时候 当地积极并且积极的回应 努力挽回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是值得肯定 负面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